那不就是他连那个王伟那个书袋子 还说谁能书国下把守太玄金 对吧 那社会整个崇尚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而且强烈的上武精神 大党帝国礼拜那个时候 上武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 非常的高涨 那么我们讲了当时的社会 当然当时社会极度的开放 老实说甚至比今天更开放 今天我们的开放是很被动 对吧 很被动的开放 而且还有经常不开放的地方 比如说很多王子你点进去怕死了 点不进去 我们能够点进去的就是 我们政府希望你看到的 他不希望你看到的都点不进去 我有的时候感到很遗憾 我总是叫学生认认真地学英文 我觉得学英文以后 使你眼界更加的开阔 比方我就发现 我们国家的很多英文的网站 它不封实 我估计它觉得能够看懂的人蛮少 对吧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对吧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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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Washington Post 你点就开了 很多报纸你就点开就开了 但是中文里你很难点开 我那个时候应该大藏地国完全不实现 哪个想到大藏地国来就来吧 而且又没有海关 大家来就来了 你要走就走 不在几多商人在长安 不在几多商人在洛阳 不在几多商人在洛阳 更搞笑的是他国家考进士 他也可以让朝鲜人来考 听懂得没有 又可以让日本人来考 大家都知道有个日本人考上了进士以后 他不想回去 用我们像这样的话来讲 他想搞一个绿考 听懂得没有 他居然唐玄成统一了 说那你就到交子去当个交子军吧 交子去当一个地方官吧 他还不是洗得屁电屁电地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对吧 为什么 那个时候太先进 而且很开放 而且大厂经过的兄弟很博大 很博大 好像也没有害怕别人把我们化掉 我们像是太脆弱 太不自信 老怕别人稀化了我们 我觉得跟今天的社会是不一样 我讲了那个社会 我在和大家一起讲尼巴的生活道路 和他性格的形成 尼巴长期被别人说成是事先 他一生也的确是被很多迷雾笼罩 必要说 观众他的出身 就说到邪乎其邪 有人说就是太拔金星 降到他的母亲怀里面 一蹦就蹦出个李白来了 还有 李白大概上 现在有人认为 他被唐玄中召进攻之前 他到首都去过一次 一进长安 有人说在这之前去过两次 他又三次到长安 这个里面还有真论 为什么对李白的生平往往有真论 就是李白说话了 他老人家往往高一句低一句的 听懂得没有 不知道心哪一句 杜甫就没有什么真论 因为杜甫说的实实在在的 听懂得没有 就是李白老人家 他好说大话 而且他的心中漂浮 对吧 他的确一生好入名山游 到处玩过 还有李白到底是哪里人 李白是不是汉州人 一直就有真论 一直就有真论 而且李白老人家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身上有先气 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可笑 在当时他是很认真的 他晚年在九江这个地方被桌在牢里去了 他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上没有先气 他说神仙师仿佛 位若最忠贞 他说神仙这个东西真的是恍恍恍恍恍的 活着的酒好像有 没有活着的酒就没有 他一辈子最感念的就是霍子张 霍子张说他是杂仙人 听懂得没有 他说真的找到这个知音 因为他本来就觉得自己身上有先气 居然还有这么有名的人说他是杂仙人 所以别人死了他都没有很少写几年的东西 或者当时他认认真正的写过几次是怀念他那人家 我估计可能对他有点知语之恩 那么李白到底是哪个人 也他的出生的也是众俗纷纭 大家都知道 那个范转正的 我倒也写出了一个 范转正的唐卓士仪汉林学士 理工新墓碑 他就提到了李白的家事 他说公民白姿态白 西乡农西成绩人 劫持之家篮球莆蝶 什么叫劫持之家 李白没有儿子 听懂没有 李白有儿子叫薄琴 薄琴是养了两个女儿 所以他的家谱就怎么样了 中担了 所以说难求普迭 公子生日收入香窃中 得公 自王子薄琴 首书十寿行 在他的鬼旧箱子里面 找出了一个破子 子上只有十寿行 而且还怎么样了 子坏自缺 不能相悖 劣而济之 两五兆王九代生业 就是李松的九代生子 谁磨多难 以防 被参与岁业 岁业在今天吉尔吉斯共和国的 托克马克城 我前段看到了光明日报 又是华中生大学 给我们每一个博士生导师就订了一份光明日报 免会给我们订的 要是让我掏钱我三十不订 我们一个记者就专门到岁业 就是托克马克去采访了 那里面什么礼拜的什么估计都没有 什么估计都没有 这个 他说隐意姓名 什么意思 他说水磨多烂 这么说的比较隐晦 也可能是他在水朝 大概犯了什么法 他在家里 说流放到了岁业 那么在岁业这个地方隐意姓名 古老就根据最后几句 就淡定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 出生在岁业 这里面就有个什么问题 我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李白他的家族即使流畅到了 流放到了水瘾 到了水瘾灭亡 到李白出生的时候 水瘾灭亡了一百多年 我说大家听懂了吗 那么他犯了水瘾的法 水瘾灭亡了他 为什么怎么可能说 但是他不回来 我说大家听懂了没有 即使他的走线是在那个地方 也不能当你李白的家族没有移动 李白就不一定出生在那个地方 那是第一 现在 为什么国老 第二 为什么国老有淡定是顺应了 如当时的中国和苏联的 那个珍宝岛之战有关 苏联的 摩洛斯这个名字 摩洛斯是我们两国这么大 他原来的苏联就大得没办法 比我们两国还多多了 我们酒吧六十万平方公里 他两千多万平方公里 你真是小十个人 他把世界的楼里面就差不多 我不知道他占 大概至少是占领人 他一个国家占领了三分之一 他自己有双一人 最近他跟日本的北方四岛还在争 当然日本也讨人压 对吧 真的去的也好 对吧 但是老师说他的确是很贪婪 他的领头太贪婪了 我老师有句名言 他让我们国头的面积的确是很大 但是一称就不多 听懂得没有 你说他贪不贪婪 他让我们的国头面积的确很大 但我们的头的一称就没有多的 我和大家讲 当时为了领头再争夺 那我们的国老就说 我们的伟大师人 其实在你们的吉尔吉斯共和国 你说你那个地方是你的还是我的 听懂得没有 这里面就有点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那种成分 是不是一定不在 所以我们也不敢断定 孤政不能成立 大家知道 对不对 那么 现在一般的大多数人认为 他是出生在今天的四川的江有县 他生长也是在江有县 比如说 刘前白的唐古汉人学士 李军姐记 他就说 君敏白 广汉人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 他还有 为后的 他说得更清楚了 他说 他既是生乎书 他也是长乎书 我认为 刘伟两个人说的话 可能更加的真实一些 但是李白 他们家族不是江有的人 肯定不存在问题 他是外面移居过来的 为什么 他的父亲叫李克 显然没有哪个人叫克 听懂了没有 为什么我们叫克呢 就是不是本地人 我们就叫他叫什么 克家人 听懂了没有 所以 他的父亲就叫李克 今天的我和大家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史 采用刘前白和魏豪的说法 那个认为李白就是农西成绩的人 但是他深入棉州 就是今天的四川的江有县 尤古汶的文学史采用的是郭摩洛的判断 认为他是深入税业 我们现在大家大部分人用的 那个原型配的文学史 也认为他是深入税业 但一般的现在很多学生认为他是深 深长在四川江有县 青年县 好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介绍的这几种说法 大家可以去判断 也可以去将来有机会 也可以去考证 李白 从 是不是出生在江有县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深在江有县 是随便哪个都没有否定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呢 是在川西 是湖汉 湖人和汉人杂交这个地方 杂居这个地方 长期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湖人 也有很多汉人 长期湖汉遗体在了杂居这个地方 而且那个地方是道教极度兴盛的地方 一直在中堂 四川的道教还非常兴盛 大家都知道 唐阳中养恶贵死了 对吧 唐阳中想的要命 想怎么样啊 想招致养恶贵的魂魄 记得吧 长汉国中家就有句 记不记得 四川道士 林穷克 能以京城 治魂魄 记不记得 那么他的道教非常兴盛 我为什么说这个地方 我和大家一起聊 而且李白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汉人 也有争论 因为 陈寅雀先生 在1935年 在1935年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李太白四周之研究 他怀疑李白不是汉人 他提出了几个证据 李太白 四周之理问 这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 清华学报的第一期 解放以后 李太白 李白讨论及中华史举的 又把这篇文章收进去了 他认为李白是胡人 他提出几个 他说李白的历史记者 李白的一个样子 高准生木 鼻子很尖 砸得人死 听懂了没有 眼睛很深 他想要不像我们汉人 我们汉人大家一看我们的样子就知道 汉人这个面目 棱角不分明 一块平板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是吧 一块平板 面目不分明 第二 他说李白 他会外吻 对吧 他会外吻 还有李白 还有李白老人家 他很多感情跟我们 跟真的不一样 这变成在故乡的思念 他刚刚离开故乡的时候 还有一点思念 听懂了没有 他离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完全就不这么想家了 还有一首诗说 有一首诗说 但是主人能这一刻 不知何处是他乡 只要有酒和 哪里都好 听懂了没有 那就是西方人说的 哪里好 哪里就是故乡的那个味道 实际上是太强烈 那么 但是他这篇文章写了以后 也没有人跟他打官司 也没有引起争论 但 他 但也没有人反驳 原意在哪个地方 第一 也没有人承认 陈一学先生这个文章里面 也有一些猜测的成分 那是第一 没有很确实的证据 第二 我觉得还有个民族情感 我们好不容易搞出个伟大诗人了 你说不是我们的 听懂了没有 不过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应该 不应该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 如果李白哪怕是个白种人 只要他是用汉语写的 听懂没有 只要是用中华民族的乳子 把他养大的 他就是我们的私人 对吧 这不存在问题 我们恐怖子在这点上 我和大家讲 他非常伟大 他发文你是不是华夏民族啊 他不是以协同 而是以什么 以文化 他说你用中华的文化 用华夏的文化 李悦则华夏之 你用胡人的文化 则胡人之 这点我觉得非常伟大 所谓中华民族 现在子生还养的这么大 你看美国的人帮我们也没有责 穷是穷 当我们有这么多人 他帮我们没办法 对吧 我觉得这点特别了不起 对吧 他不是以协同 而是以文化来划分种族 划分民族 好 我上次看 到外面去开会 有个少数民族的学者 一个兄弟就说 他说我们这个民族 是个小杂种 不但地融 他说你们汉民族 是个大杂种 我觉得他说的 虽然不好听 但说的是个事实 我们不但地融合 不但地融合 不但地融合 是个大融楼 好 这点上 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 好 那么李白 他的家世 大概他的父亲是金桑的 他从小也不受传统的儒家思想那种薰陶和教育 儒家的家庭出来 从小都儒家的经典 他老人家得的些什么东西 我和大家讲吧 他大概是金桑 为什么能看 他凶九将心 第三侠 他说 混有余伤 饮不结束 他从小得的书 得很多 得的特别广 比方说 他自己 当然他老人家说的话 你不能全心 他有点爱吹牛皮 听到没有 他说 五岁送六甲 四岁观八家 六甲就是隶书 农历和隶书上面各种知识都有 也有神仙鬼坏 比如说今天不能结婚 今天什么神来了 什么 那都有 听到没有 十岁观八家 仙元以来 普得文艺 他说中国历史上从盘古开天地到现在 我们也不懂的 他说 大家注意 十五号建树 十五关奇书 他的歌舞音乐也很入泥 这点我和大家讲 到中堂以后 我们中国的男人越来越柔弱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人 大家就看到那个卫号李汉林 大家看 李汉林集序中间就专门说 李八成叫少人侠 熟人树人 他亲手通知了几个人 当然这个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李爸的性格 对吧 好勇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如果一个男性 一点豪卖的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问题 我现在我经常我在家里就想 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 身上最好有点匪气 头匪就匪 对吧 他有一点匪气 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如果从小就是个乖乖孩子 他当中容易出很多问题 胆子不大 他很容易得抑郁症 听懂了没有 而且他想象能力也有问题 真的是这样的 不仅是这样 他自己也吹牛皮 正从兄相养 少父号中间 他说他怎么样 脱身拔人里 杀人 红尘中 是不是这里 我们不说 对吧 他也可能真的收人 收人 反正别人都是这样传说的 他自己也不否认 好像还维持比较得意的样子 他从小又是四川那个地方 他生活这个地方 是道教 尤其是原始的宗教 很繁盛 那么他有很多教典 那么他从小就在道教入迷 他很小的时候 他自处 他是少年的时候 如一个叫别号 罗延子的人 隐居在明山之阳 就是明山的南边 他养了很多 真情怪鸟 他养这个鸟啊 他在明山的地方养鸟干什么呢 他让人家搞笑 他叫 他大概平时 把那野鸟给那野鸟喂食 这种野鸟 他喂食的时候就打些口哨 他后来把口哨一打 那些野鸟就来了 听懂得没有 有的时候爬到他手上去 他以此的宣扬自己身上有仙剂 那鸟就听他的话 他到二十岁的时候左右 他的司机起得很好 他跟那个赵锐一起 当时 在他那个地方的地方长官叫收听 向中央打报告的时候 就是说赵锐的法术 李八的文章 可想这是在当时已经成了名人 他很小的时候就去访过道士 大家看到 这是他年轻的一首诗 这首诗在年轻的时候就会看到 写得非常之好 是第一流的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那首武力 就写得特别漂亮 大家看这首诗 全会水深中 桃花带漏笼 树身词剑龙 西武不闻中 野轴分清暗 飞前跨鼻风 无人之所惧 愁一两三松 写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看你们二十岁写不写得这样的诗的 写得实在太好 你看 他一写就写得漂亮 全会水深中 桃花带漏笼 一写就写得 大家知道 道教的圣地里面 他写得实在是优美之极 而且桃花艳丽 对吧 写得真好 你看 树深石剑楼 西武不闻中 树很深 精彩看的 野楼 这个地方口腔怎么样 分上的金皮 你看 野轴分清暗 暗是什么 一种山子的雾气 飞前挂鼻风 写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用字也用得好 可惜仿大的带道是没有 带天山的道是没有 没有 无人知所趣 他一共人靠到那个鬼轴子 鬼响鬼响的 实在是写得太好 这首诗写得非常之漂亮 再见 再见